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行政院党产会今年2月认定复联会为国民党的赋随组织,并董协名下385亿元财产。 据了解,党产会不准复联会董之经费乱花咸办活动后,复联会高层已无法再打包活动点心,官夫人俱乐部打包小确幸已不复存在。 知情人士指出,复联会在前主委孤联捉云时代最喜欢办活动,主委爱吃的信源斋卢小豆干,香脆花生米,溥仪蛋塔,都是活动上会准备的点心。 总务组长会在活动开始前,就先帮主委打包点心,若有剩下的副秘书长吉宇和也会打包带走。 据了解,因前主委讲宋美龄关系,早年复联会的活动喜欢办在原山大饭店,孤原捉云时代则已是孤家经营的军品酒店,但打包这是不分地点,有活动就能打包。 新任竹北雷欠长复联会后,因复联会被冻结资产,复联会日前曾向党产会申请动之经费,要举办三八妇女结合3月28日活动,党产会最后均为何准动用? 复联会变穷后所自办的活动,再也没有点心可以打包。 据悉,党产会在4月13日会议上,针对复联会所有申请的经费,包含活动费,律师费用,统统不予通过。 党产会委员指出,复联会每次送来财务计划都与一般外面企业不同,都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,也没什么年度计划,财产不能想花就花, 委员也表示,从复联会过去财报可发现,复联会每逢年底未符合免缴税资格,就会开始乱花钱,尤其前几年被查税追缴武力多元后,会开始注意利息收入及支出,避免再被收税。